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长相思2 该剧口碑不佳 对杨子影响不大 近期长相思2的播出引发了不少讨论 然而该剧的口碑却不尽如人意 在这一局面下 不同演员受到的影响也各有不同 杨子作为主演之一 他的演艺事业似乎并未受到太大冲击 凭借着扎实的演技和丰富的演艺经验 杨子在观众心中早已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拥有着广泛的粉丝基础和较高的观众缘 即便长相思2口碑不佳 对他来说也不过是演艺生涯中的一个小波折 然而 对于邓魏而言 情况则稍显不利 他为了这部剧推掉了众多其他剧集 原本期望能借此提升自己的身价和知名度 但是与愿为长相思2的不理想口碑导致他的人气不声反向 这一结果或许是他未曾预料到的 也为他的演艺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而张婉毅的处境同样令人关注 他在剧中的演技受到了观众的吐槽 这可能会对他未来在额场获取大制作的机会产生影响 在竞争激烈的演艺圈中 演技是演员立足的根本 一次表现不佳就可能让自己陷入困境 一部剧的成功与否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演员的表现只是其中之一 但不可否认的是 口碑不佳的作品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演员的发展 对于邓卫和张婉毅来说 这次的经历或许是一次挫折 但同时也可以成为他们反思和提升自己的契机 只要能够保持对表演的热爱和追求 不断磨练演技 未来仍有可能凭借出色的作品 重新赢得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而对于整个演艺圈来说 这也提醒着制作方和演员们 要更加用心地打造作品 用高质量的剧集回馈观众 才能实现双赢的局面 感谢观众